因为想开一间小吃店而回乡创业 他说要开这个店然后就投资了 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而办事学艺 就有一个蒙古包是不是就像有一个家一样 因为热爱家乡传统服饰而坚持手工制作 我也喜欢我自己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的事宜必须要传承下去 这里有独具特色的民族小吃 也有说不完的人生故事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第37集 河区草原上的蒙古木戈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天下黄河市日族 继续在黄河沿线的行程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隶属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地处新甘川三省接合部 海拔3600米 这片区域在历史上曾被称作 青海黄河南部地区 河南县因此而得名 黄河从东南部的柯生乡 进入河南县静后 一路向西北方向流淌 开启了一段披荆斩棘的行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 看 这儿就是是吧 这是黄河上有第一个峡谷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 这个峡谷叫宁门戈大峡谷 真的是山高古深 黄河从这个青海的九州出省以后 然后到甘肃的马曲 从甘肃马曲最出名的这个是黄河 第一湾 第一湾 河南县就在第一湾拐进来 就是河南县 第一站就是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 峡谷深达200米 河水落差接近百米 两侧山岩峭壁陡立 河水深切 水流湍急 礁石丛生 漩涡不断 尽管峡谷不算宽阔 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黄河在河南县有五条支流 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 这个是泽曲河 就在这个吊桥后面 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 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 黄河的一级支流 河南县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泽曲藏于一围山顶上河 发育于西青山北路海拔4320米 全长232.9公里 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 却极有特点 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 在两岸高山耸致间更显小巧 但峡谷之外的泽曲 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笼 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 蜿蜒蛇形 自由流淌 成为黄河最为弯曲底条支流 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 逆流而上 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 悠干明镇 现在来到了县城 上下班的时间点 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 非常的热闹 而其实来到县城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 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 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 而这我想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当中 其实是很少见到的 而且我们走在这里 看到很多穿着藏族服饰的行人 但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蒙古族 那我们就很好奇了 在两种文化高度融合的 这座城市当中 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泽区自西向东 川县城而过 人们利用泽区河水 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 取名白罗湖 寓意和谐吉祥平安 澄清碧蓝的湖水 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一番风云 尤干宁镇海拔三千五百二十米 生活着大约一万多人 基本都是蒙古族 尤干宁是蒙藏两种语言结合成的名字 尤干是蒙古语意为汉族 宁是藏语意为阳坡 汉族人经商的阳坡 一个名字将三个名字 能够在一起 而这种文化 也推荐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与风情 你好 你好 谢谢 这个是菜单啊 我看一下 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 特色的美食 您给推荐推荐吧 我们这边的桌牌特色 就是这个巴勒 巴勒 对 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嘎 嘎坤 噢 这两个是什么呀 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 平常都喜欢吃的 平常都最热爱定的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点的最多 对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 最流行的独特美食 它们既可以算作葬餐 也称得上是蒙古族特色小吃 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 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 可以看出高原人非常看重食物的热量 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 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 透过后厨的玻璃窗 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牛肉馅这个是是吧 对 牛肉馅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 还放什么了 还要放鸡筋 这个是鸡筋 这个里面有花椒 胡椒 搓锅 然后这个是青眼 就放这么多葱酸 这个还在这边点得多吗 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大概做500多吧 早上也是可以吃的 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木区的嘛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 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 但它需要用发面 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 以便有客人需要时 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 这样竟然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 馅儿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毛牛肉 按照一定的配比 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儿搅拌均匀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半边 放入油锅里面炸熟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季的巴勒 尝一下 哇 它这个肉馅儿真的太香了 因为它是多汁的那种 它把这个肉汁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怎么样 好吃吗 真的 非常好吃 雪多毛牛其实吃得特别香 真的香 对 很香 很嫩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 五个 有时候饿的时候 我这个十个都可以吃 厨师财尚错是一个美丽的蒙古素女子 她是嘎藏东芝的妻子 2015年两人在学校相识 第一次见到财尚错 嘎藏东芝就非常喜欢 相处下来她发现 财尚错不仅美丽 性格更是温柔贤惠 2017年两人举办了婚礼 并开了这家店 嘎藏东芝形容他们夫妻俩 就像巴勒和嘎捆那样般配 这个嘎捆长得太特别了 上面蒙了一层面 像一个盖子一样 这怎么吃啊这个 多块吧 这个人这么 揭开 对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 这样 哇 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肉汤 肉汤 对 哇 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 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对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 所以到嘴边里面 马上就化开了 对 好香啊 这个好喝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 这个多吃一点 就是身体就能 能理解了 您为什么说病人 适合吃这个 这个菜是好消化了 是吧 这都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就是 国有所以这些都是挺好 才让错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 毕业前一年 曾在南京里家酒店时期 就是那一年 孤身在外的经历 使才让错坚定了 不再离开家乡的想法 我自己就是从小就 特别喜欢做美食 什么样的东西 我都尝一下 想学一下 就有这种爱好 你从小到大 经常试验不同的菜品吗 对 在电视上看到 他们过的那种菜 自己看一下 然后就慢慢学 然后换到就是 葬餐上面 就大配点 会创新 会借鉴别的菜 然后和自己的这个菜 进行创新 对 那你想 他想开这个店 当时您同意吗 刚开始的时候 同意 他说要开这个店 然后就投资20多万 我给他投资 但是我那是夫妻之间 但是我投资他了 他说就是一年要毁办 就是一年毁办了一件 计划就是一年毁办 实际上也这样拿到了 抓到了 好厉害 那都是 主要是靠妻子的手艺 是吧 大家都很喜欢 对 凭借一双桥手 和细腻的心思 才让做的厨艺 得到顾客的好评 她并没有专门学过厨艺 都是小时候看母亲做饭 耳濡目染 自学而成 我觉得我做的 不如我妈妈做的好 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小时候放药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妈妈 回来做的巴勒 感觉特别好吃 是一种就是可能 别的地方 都替代不了的味道 是吧 对 那时候就是环境不太好 所以我只能吃到一个巴勒 就是挺好的 就是小时候巴勒 不是能天天能吃到的 对 那什么时候能吃到 只要巴勒 就是有牛羊的情况下 才能吃到 就是过年过节 宰杀牛羊的时候 是吗 蕴藏在味道里的 是对过往的回忆 才让错真正忘不掉的 是童年记忆中 妈妈忙碌的身影 夏季草原上 带着土腥味的青草香 和冬日离雪后 新鲜的空气 它们都化作了家乡的味道 被才让错 一起做进了美食里 在河南县 有很多年轻人 都跟他们夫妻俩一样 把这份美好的回忆 变成了回乡的勇气和动力 那像在河南县 像你两位这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多吗 现在多 那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回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有些做餐饮的 然后就是做一些旅游方面的 然后就是做一些产业方面的 比如说牛羊肉的产业 牛奶 然后就是羊毛 牛肉 这些各方面都是产业 它们就是慢慢融入到这个产业里面 对于回乡就业的青年人 当地政府会提供贷款担保 税收优惠 及创业补贴等帮扶项项目 除了这些 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更看重的是家乡优越的自然资源 整个横能县来说的话 就是文章融合一个点 所以这边有个很多紫园 也就特别丰富 比如说药菜方面也行 水方面也行 水产业方面也行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牛羊方面也行 特别骄傲 这个我特别 真的能处 对吧 所以我们家乡 真的这个方面特别好 在嘎藏东指夫妻俩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当下年轻人的勇敢和坚定 他们有明确的目标 并愿意为此而付出努力 他们对于家乡的眷恋 不再只是依靠行囊里 母亲亲手准备的家乡味道 也不光是在城市中 偶尔听到的熟悉乡音 家乡不再是他们的束缚 而成为大展拳脚的舞台 万物生息各有所归 草原上因为有更多年轻人的回归 而更加充满活力 两万次的滚鸭 只为了制作一款毛毡 半生睡意从头做起 只为了拥有一个蒙古包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第37集 河区草原上的蒙古木歌 正在播出 不同的地理条件 造就了人类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 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一种居所形式 蒙古语成格尔 20世纪80年代 黄河南地区 实行围栏和定居放牧后 草原上这种圆顶雄奴式的 沾掌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 方便小小的白布帐篷 河藏式黑帐篷 但对于河南猛齐人来说 蒙古包里生起的屡屡吹烟 才是记忆中家的模样 我们来到县城里家 专门制作蒙古包的作法 事先连续的向导家阳才华 是这里的学徒 这全都是做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是干什么呢 人好多呀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外皮 对对对 这是羊毛做的 羊毛 对 好厚啊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擀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 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 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家阳 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奥秘 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 欧拉羊毛 对 欧拉羊的羊毛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站呢 这是冬天 冬天亮 就是冬天暖 夏天亮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对对对 家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 他告诉我 制作蒙古包所化的功夫 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 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 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 都需要覆盖毛毡 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 要做什么处理啊 做成那种毡子 怎么做成的 我把羊毛拿过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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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整理塑形 羊毛整理好后 还要在上面洒水 然后把母毡 小心翼翼地卷起来 用绳子捆好 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地滚压 这个步骤 至少需要两万次 才能使毛毡成型 做蒙古包的学徒 都是从学习杆粘开始 两万多次的杆质 是家养每天的必修课 耐得住重复和枯燥 是赶好毛站的关键 在他们反复地滚压下 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 通常四斤羊毛才出一斤毡 制作一个蒙古包 至少需要一把二十多斤毛毡 夸多和他的徒弟们 几乎全年无休 不是在赶制蒙古包 就是在制作毛毡 夸多做了四十多年帐篷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有很多徒弟 但他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 就放弃了 毕竟枯燥的事情 最考验人的毅力 在他眼中 赶粘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 而做花隔墙 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 蒙古语称为哈纳 这个放木的数量 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 放木的数量 就是蒙古包大 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得不一样 一个一个都有大一样 这是羊皮 中间这个不是钉子 是羊皮 不是钉子 这是羊皮 所以我让你看 就是那种东西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对对对 泡了几天呀 一两天左右 很有弹性 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 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 但是呢 如果纵向去拉它 它的劲就特别的大 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 撑开的那种感觉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 轻易拉扯不断 羊毛针通常都由毛绳来缝合 只有固定哈纳式 必须是铁绳 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 一个蒙古包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 可以使用几十年 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 才能如此 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 售价在三四万元 至七八万元之间 而夸多大这徒弟们 即便全念无休 最多也只能做三十几个 都是哪里的人来找您买蒙古包呢 他们买回去是要放牧师用的吗 多了夏天就是有旅游 夸多今年五十八岁 从十三岁开始跟随叔叔学做蒙古包 现在是洲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 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 一年前 家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 夸多小时后跟着父母在牧场放牧 一家人即在狭小的部长棚里 生活极其不变 在十八岁那年 他学成的手艺也攒够了材料 亲手为自己的家人 做了人生中第一个蒙古包 您当时拥有第一个蒙古包的时候 自己住进去了是什么感觉 就有一个蒙古包 是不是就像有一个家一样 蒙古包 蒙古包其实是蛮鱼 而包就是家的意思 在蒙古苏人的心中 拥有蒙古包才算是真正有了家 夸多经营的这家工厂 已经有七八年时间 虽然订单不少 工人们日夜不停地赶制 但因为利润不高 仅购明强维持日常开销 但夸多还是依然坚持垂手工制作 利润很低的话 您为什么还能坚持做这个事呢 从师徒二人身上我们感受到 蒙古包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式 它更是木人心灵的归属 深深捐刻进游牧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中 伴随着草原上世世代代的牧民 走过漫长的岁月 下午 工人们短暂午休后 又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将散落的毛毡和哈纳 整理到一起 定制这个蒙古包的牧民来取货了 您买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大小的呀 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 对 那多少钱呀 这个帐篷 这帐篷您花多少钱买的 五万五 五万五 定购蒙古包的人叫淡正才狼 三十二岁 他在自己在的牧场上 经营一个家庭旅馆 所以他定做的是 稍微大一些的蒙古包 淡正才狼仔细检查了各个部分后 对夸多师傅的手艺赞不绝口 很满意 这些都是纯熟工嘛 所以就是特别 看来大哥很懂啊 对对对 是经常来这吗 淡正才狼十几岁时 他的父亲就跟夸多师傅 定购过蒙古包 一直适应到现在 而他住在的定制 等了半年之久 草原上的旅游旺期已经过去 淡正才狼认为这样的等待 非常值得 这个装车也是有顺序的是吧 对 对 放木全部放地下 重一点的东西放下面 重一点东西放下面 对对对 然后那个羊毛也那些放上面 还有门子 一个蒙古包所需的材料装了整整一车 按照重量大小一层一层码房 怕磕碰的就用毛毡卷起来 最上面放置的是蒙古包的天窗 用绳子将所有东西捆杂机 在那时候垮过引上的车 他卖出的每个蒙古包 几乎都要亲自送到买家的牧场 全部安装完毕后 他才放心 也许是因为终于取回了麻衣的蒙古包 丹正才浪的眼角 眉梢都带着喜悦 他的家在幽干宁镇参眉村 距离县城14公里 在当地 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 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 安装完毕后 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二十多分钟 我们已经到了丹正家的牧场 看大家要忙活起来 把这些东西挪下来了 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 就要做一个平地 找一个平地 对 然后就搭起来 这里是丹正才浪家的下级牧场 面积大约有一千多亩 有三百多头牛和四百只羊 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 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 生意还不错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八个围栏搭好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 所以 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 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 对吧 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 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 每个构建都是独立的部分 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 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层了 他们把外围这个墙 在横向和树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 现在用绳子 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 是吧 对 先把这个固定下来 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 可以去下来这个绳子 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 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对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 蒙古语称为套脑 套脑与哈纳之间 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这两个木棍之间 隔了这么五个这样的岔口 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五个 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 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距多少个 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污泥 一端滚圆 一端掠肩 肩头立端插进套脑上孔洞 有多少根污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 担政才浪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污泥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 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 现在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 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对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道理在里面的 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节省 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 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 她们一边装饰新家 一边生活准备做饭 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 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清洗 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 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两三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 虽然跨度已经亲手搭建了上百个蒙古包 但它依然一丝不苟 每完成一步它都要仔细检查 在夸多信里 它制作的每个蒙古包就像是送给朋友的礼物 不能出一丝差错 现在铺这个顶棚的这个毛毡 他们其实每次铺毛毡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做法 其实都有一个绳子 这样的话绳子从这个孔隙漏过来之后 就可以通过绳子来使力 对吧 把它撑出来 所以哇真的有很多很聪明的这种设计呢 对 马上这个顶棚是不是铺好了之后就差不多要完工了 对我完工了 铺栈装饰 生活 煮饭 蒙古包内外 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 铺栈一定要平整 顶栈 尾栈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 摆放家具也有颜色的规矩 床铺 柜子和迷带都有固定的位置 蒙古包不需要打地上漆 挖土用装 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地 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 也是 对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要进去 一块对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 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 我看您咬了这个奶茶是吧 嗯 好 您来吧 不打扰您 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就四处八方呗 四处 要四面八方 对 四面八方 啊明白了 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是吧 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对 从东向开始 对对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入一圈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 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对对对 简单而不是隆重的仪式过后 亲戚好友开始入席 女主人也刚拿了清新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现在在安排这个座位啊 对对对 我看到他这样发托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对 他说就我的师傅 嗯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 就是他的这个蒙古 蒙古博士我师傅坐的呗 嗯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哦 最尊贵的位置 对对对对 对对 就这么一样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不觉得 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 对对对 然后这一侧坐男人 然后客人坐中间 是这样吗 对 哦 好 那我听你安排我坐那了 谢谢 客人全部入行后 但正为大家斟满奶茶 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 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 开板家庭旅馆 在县城还跑欲书 靠着勤劳付出 为自己证着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 不忙时 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 如今买了这个新蒙古包 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 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 不停收着祝福的吉祥话 谢谢 我师傅说 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 自己亲自过来打起来嘛 打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角落都是合设别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他的就这个作品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 以后就这个 幸福 幸福 美满 对对对 吉祥如意 对 就这么意思 他心里也特别高兴 蒙古包搭建好后 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 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刚来庆贺 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 投射起蒙古包 暖阳阳的照在身上 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奥 感觉都特别的骄傲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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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蒙古族人 竹水草而居 居无定所 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 有了家的模样 如今原始的游牧生活 在世代发展中 已经发生了改变 田园舞歌中 融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 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 出行有汽车代步 五处兴旺生意兴隆 但在他们心中 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度 那里有吹烟鸟鸟生气的蒙古包 有温馨和美的家园 因为热爱家乡服饰而坚持手工制作 我喜欢我自己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意必须要传承下去 记住体验河区草原上的传统服饰 好看吗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节目 天下黄河第37集 河区草原上的蒙古牧歌 正在播出 有人说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是一路在河区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歌 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 无论饮食还是生活习惯 都保留着传统蒙古族的方式 同时又融入了藏族元素 这也成为河南县独有的特色文化 全县众人口的93%以上 都是蒙古族人口 对 蒙古族人口 然后呢 前海生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它也是蒙藏文化融合 最典型的一个地区 提前在哪儿 那么这个蒙古族县族 居住这个现在的河区地区以后呢 就是跟这个藏族同胞 有文化 欲业 文字等方面呢 有这个有机的融合和影响 包括这个富士 包括一些银饰 各方面呢 就是体现这个蒙藏文化融合的这一点 走进这条街巷 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山门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 都晒着羊皮制品 当地人习惯用羊的皮毛 做成床褥或者做垫 蒙古告诉我们 当地传统的特色服饰 蒙式羊皮袄 就是用欧拉羊的皮毛 为主要原料 这所为称 俗赫子是藏语 蒙古皮袄的意思 蒙古皮袄 对 我们在街上好像看到 穿这种藏式服装的比较多 像这种蒙古皮袄穿的多吗 这种就是声大 什么典礼啊 红礼啊 类似于这样大型活动的时候 才能穿 但是呢 但是呢 俗赫子呢 列入了这个 我们升级飞游中华一团项目 这个列入飞游项目以后呢 就是慢慢慢慢 普及的跟以前更好了 大家穿得都好 蒙古带我们来到的这家店 专门制作民族服饰 负责人周毛吉 是第三代传承人 您身上这顿衣服太漂亮了 这个就是蒙古皮袄吗 对 这个是上衣是吧 这个其实可以穿到身上的是吗 对 然后很厚实 在过去 高云牧民中矮杨皮袄 是因为它能够保暖欲寒 如今这么青睐的原因 是它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 特别是这种黄皮袄 既保留了蒙古族特色 又增添了藏族元素 在河区草原上非常受欢迎 这个是没有融合过的蒙古袍 就是长这样吧 对 这个蒙古袍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内蒙那边的蒙古袍的样子 融合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皮奥 明白了 这样一对比 这个还挺明显的 您把这个衣服穿上 我们看一下好吗 把它穿上 它这个上身呢 就真的很像那个藏袍 它有很长的那个袖子 但看传统的这种蒙古袍 它就没有那么宽大的袖子 对不对 因为这个 因为内蒙那边的蒙古袍 它就是袖子为什么这么穿呢 它就跟这个气候是有关系的 把这个蒙古皮奥穿上 之后能看出来 它这个袖子特别的长 对对特别长 对对对 这是跟这个 美冠也有关系的 就这么 这个袖子长了以后漂亮 通常一张上好的羊皮 在当地售价也就百元左右 但用羊皮制作而成的蒙式羊皮奥 却可以卖到几千元 甚至上万元 价格倍增的奥秘 就隐藏在蒙式羊皮奥 繁复的宫序中 这边做这个皮奥的话 这个羊皮选择有讲究吗 是必须要用本类的欧拉羊吗 对 为什么呢 这个羊皮有什么好处啊 欧拉羊的羊 这个提醒比较大 羊毛也比较短 比较卷起来 自来卷的那种感觉 这个华文怎么留住 就是看这个原的技术 揉皮是制作蒙式皮奥的第一步 反复揉制使皮子变软 但要保留花纹 揉制之前要将所有的羊皮 浸泡在盐水中 浸泡一碗后 用脚将羊皮剁软 然后涂抹上酒 酸奶 面粉 簪巴 茶和苏打等材料 用锯齿竹板进行刮花打薄 这样处理后的羊皮皮质柔软 皮面洁白 纹路纵横有致 细腻生动 通常一件猛式皮袄 需要8到10张皮子 一个工人连续不断揉制 三天才能完成 揉好的羊皮 就可以进行缝制拼接 为了保证美观 周毛起很少使用缝纹机 像这样缝一个完整的羊皮袄下来 要多少天呀 把这些都缝上去 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就要缝的东西很多是吗 对 看不到分完 一阵一阵分完 就是手工制作的这种服饰 它就会有那种手工制作的那种美感 就是它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不对 像这种配色了的话 你们每一件都是怎么设计呢 这个 有讲究吗 人的喜欢 可以 个人喜欢的样式不一样 就我可以来定制我自己喜欢的 对吗 可以自己挑选想要的颜色 对 主要就是蓝 天蓝的 还有那个脏蓝的都可以 这边必须要放蓝的那种 这个中间也是红的 糟红也可以 糟红红的大红都可以 这个黑的是必须要黑黑的 比如说那个卡贝斯呀 这些都不好的 明白了 色系一定是要这样搭配蓝红黑 只不过深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来调节 对于生活在河区草原上的人来说 猛式羊皮袄是非常隆重和正式的服装 只有在节日或重大活动时才会穿 周毛吉按照记者的身材 为他挑选了一套羊皮袄 因为他这一条袖脱下来就是要别到腰后面 它在后面就像是一个裙摆一样 然后因为刚才周老师说 我的这个年龄比较小 所以给我穿的这个袍子呢 上面的一个花纹就会比较炫彩一些 对吧 就是花纹就会比较多 像这边的话 新娘子出嫁也是穿这样的衣服吗 对 是这样的 一件猛式皮袄最重的能达到30多斤 记者穿的这件是夏季服饰相对较轻一些 但也足足有六七斤重 因为是第一次体验蒙古袍 如何正确穿戴 记者并不熟悉 在大家的帮助下 花了十几分钟才全部穿戴完毕 而猛客馆长出口后也已经大汗淋漓 就这个服饰呢要配上一顶这样的帽子 尖尖的 它上面有一个像船一样的这种形状 马蹄形 我戴上看看 好暖和 要把它包紧了 好看吗 咱们两个这个帽子上面都是马蹄形状的 是吧 所以我现在穿的应该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蒙古族的服装了 真漂亮 我通过它的重量和它华丽的装饰 能够感受到人们对于隆重节日时候的那种仪式感 这件衣服穿上之后就真的很想过年过节 也能够想象在这边过春节和重要的仪式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漂亮非常隆重的那种场合 真的好漂亮 快看 周毛吉现在有25位员工 曾经这里只是她婆婆经营了一家小小的店面 老人家一个人忙里忙外 周毛吉从小就跟随外婆和母亲学习制作苏和泽 2015年 她正式接管婆婆的店面 并注册了公司 像您一年了的话能卖出多少件这样的皮奥吗 两三百 两三百件 一件皮奥要多长时间完成啊 一个人做的话 一个星期内 您自己内心最希望的是比如您的公司做大做强的 还是您想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您心里头最希望的是什么 我的两个都想呀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喜欢我自己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的事业必须要传承下去 在幽干林镇 我们认识了坚持传统手艺的周毛吉 把蒙古包制作珍宝的夸多师傅 还有年纪轻轻便回乡创业的嘎藏东之夫妻俩 即使他们都生活在城市中 但与草原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是牧人的后代 是草原儿女 他们把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一针一线 一餐一饭中 有了他们的坚持和努力 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 这曲蒙古族母歌会一直在河区草原传唱下去 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